女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两个小混混盯上 当晚他们就对女孩下了手 甚至完事之后还对女孩品头论足 可是由于小混混未满18周岁 最终犯下大罪的他们竟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受尽屈辱的女孩当晚便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在女孩的葬礼之上 小混混的母亲还来大闹 甚至说说不定孩子们能是互相同意的 女孩的父亲当时就泪流满面 可是小混混的母亲却依不饶地还在强调肯定是互相愿意的 毕竟自己的儿子长得很帅气 女孩的父亲顿时气血上涌上去想打人 可是一生老实的他最终也只是摔碎了一个花瓶 然而小混混的母亲的行为确实刺激到了女孩的父亲 他曾无数次地幻想自己可以陪着女儿长大 那些日子是多么的甜蜜 可是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简直要让他崩溃 他试图吞下一把药物陪着女儿离去 可是恍惚中他似乎看到了满头鲜血的女儿 他想起来女儿是从六楼跳下 那个高度导致女儿没有当场死亡 而是在医院一直抢救了36个小时 也就是说女儿临走前还承受了莫大的痛苦 作为父亲他十分痛恨自己的无能 可是第二天却有一个神秘人找到了他 并且声称自己叫罗宾有无与伦比的情报能力 现在可以帮助他复仇 而在罗宾的帮助下女孩的父亲连续蹲守多日终于找到机会 可是就在他准备下手之时 却忽然发现两个小混混 的男孩与两个小混混奋力搏斗 可是却在最后即将打倒两人时候自己也体力不支 还好他在最后拿起一块砖头 巧之又巧地砸到了一个小混混头上 而后另一个小混混试图偷袭 却被男孩再次一板砖敲晕 而后男孩再次起身 对着小混混的头就是一砖头接一砖头地砸下 可是砸完之后男孩也是突然倒地 于是他和罗宾赶快救援 最终在男孩身上找到个人信息把他送回了家 父亲看着眼前的男孩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可是他却为自己了却了大仇 或者说这本就该是他做的 就在当日警方排查小混混的社会关系时来到父亲家里 于是女孩的父亲告诉警员说 父亲当即被警方带走 经手警探老黑看到这些材料 却当即认为这绝对不可能 于是他直接找到了跳楼女孩的父亲老江 他说如果老江想抽烟自己可以给他 老江却说自己早就借了 老黑却更加肯定地问老江那么你为什么撒谎 老江当时就愣住了 原来在当时的一个小混混脸部被烫了的大坝了 可是老江却不抽烟 老黑接着质问老黑 可是当时作案的人确实又撇子 可是上司却顿时受不了地制止了老黑 他问他都可以结案了为什么老黑要多事 老黑说人肯定不是他杀的 因为他口供前后矛盾而且没有证据 上司却说他有明确的动机 顿时反问难道他说扔到江里了我们也去找吗 可是此刻的老黑还不知道的是 证物真的马上就要跑到江里了 无奈之下上司只能先放人 却不料下一刻老江走在路上再次想起了女儿 众所周知在马路上出神必出意外 而就在此刻真正凶手一荡 再也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 于是他得警局打电话说自己晚上要去自首 他很快带着所有作案凶器和钱就离开了住处 接着他把之前的200万大部分存到了父母那里 却不料此刻存钱的他已经被人盯上 刚刚走到大街上却忽然遇到飞车劫匪 当时就把他拽到了地上 而两个劫匪一到江边就马上检查一档包里的东西 却不料一拉开里面居然是一个锤子一个板砖和烟头 两人当时就懵了 经过翻找还好找到一些钱 于是他们直接把锤子和砖头扔到了江里 至此一档连续三起案件四条命案的证物全部消失 可是当一档被护士包扎好准备离开 却刚好遇到白天出车祸的老江被护士推出来散心 老江一看到一档顿时一惊 趁着警员没注意他赶快去追一档 可是四个轮子毕竟跑不过两条腿 一个不小心他摔到了地上 可是就在此时一档也听到声音回头 老江再次确认这就是那天出手的男孩 他连忙提醒一档快离开这里有警探 可是一档却一头雾水 难道他认识自己 随即他反应过来 这肯定就是那个在社交软件上联系自己的人 也是当晚自己杀掉小混混后送自己回家的人 可是他为什么要联系自己 老江却说自己会留言告诉他一切 还有杀人的事情自己会揽下来 随后老江神情凝重地说谢谢 虽然一档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可是他却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就在一档离开之后 老江再次看向了手机 而恍惚之中他似乎再次看到了自己最爱的女儿 接着他又想起了女儿所遭受的一切痛苦 于是他将药片一个个地全部吞入嘴里 随着女儿的那一条 这个父亲的世界早已经东塔 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眷恋的人已经不在了 此刻他只想揽下所有的事情 而后去陪自己的女儿 因为他怕自己的女儿再被欺负 虚弱